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2月1日 細想不到香港再次成為國際新聞的版面 竟然是因為一場足球比賽 美斯是no show 而出現了 甚至乎西方的媒體很多同情香港的球迷 這件事情是怎麼樣的? 2月4日本身香港政府主導了一場表演賽 這場表演賽是一場季前的表演賽 表演賽是由國際邁亞美對港聯 留意一下香港團隊 而不是中國香港聯 因為前幾天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竹總臨時退賽 因為有一場足球電競比賽 就是香港而不是香港China 認為這樣是政治不正確 結果退賽 但是這場美斯有份參與的國際邁亞美 對港聯沒有China 結果當然沒有退賽 這是彈性原則 但無論如何 38,000多的市民 就去買票入場 而買票入場 有些票是4,800多元 也不便宜 比起日本的比賽 似乎門票更貴 那麼多人去看 進慶而來 結果敗慶而回 因為美斯沒有上場 而美斯沒有上場 官方的原因就是 雙病原因 他跟蘇亞雷斯也沒有上場 這個不奇怪 因為我們體育比賽也是 你喜歡NBA 你進去看Stephan Curry 他最終不上場 這是教練的安排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很多時候 熱身的時候 可能拉傷了 或者發覺狀態成儀 而不讓他上場 這件事情 在球賽上是很常見的 那麼球迷也不能回水 這是慣例 但是今次不是一個平常的比賽 不是一場季賽 也不是杯賽 今次是一個表演賽 性質也不同 而表演賽 因為大量的球迷 是冒名而來 因為冒球王美斯 這個自馬勒當拿以後 阿根廷最重要的球星 美斯 是冒他名而來的 所以作為一個表演賽 你不下場表演 在賽前 你可以跟觀眾交代 或者賽前 控一下球 然後踢球 簽名球 扔球衣 上去觀眾席 我想大家都會 受樂一點 但是今次沒有 無聲無色的坐到下半場 球迷以為下半場會出 下半場又不出 結果是鼓動 鼓噪了 鼓噪鼓動 美斯當然是黑棉的 黑棉的時期 走的時候也是黯然離去的 因為人們虛聲 連碧咸也有虛聲 所以最終在香港之行 非常不愉快 香港的市民也不愉快 我看美斯的照片 也非常不愉快 但是為什麼這件事情會是這樣呢? 這只能夠有以下幾個推論 第一 就可能美斯或者國際邁亞美 是不滿香港主辦方的活動 就是把它視為了一個盛事宣傳 一個香港盛事之都 一個政治的宣傳活動 很可能是這樣 這是此其一的可能性 此其二的可能性 是 是不是真的有網民說 美斯是非常熱愛中國的 所以看到這個香港隊 是沒有中國香港隊而霸踢 支持國安法 當然這些是開玩笑的機會大 但是似乎他真的不滿這次的行程 那個表現是臨漓盡致出來的 又說要安排他去看啟德的體育園 最終沒有去到 不歡而散 而整個活動 很明顯他是積極不合作的 因為如果你不上陣 你也要跟別人打招呼 在中場的時候出來表演一下 在中場的時候有些互動 這個呢 作為一個表演賽 大家是可接受可理解的 因為球員的傷病 尤其是以他級數的球員傷病 如果拉傷了再上場 是可大可小的 一年損失 是以億計美元的 所以不上場 不欠在一千幾百萬 來一個表演賽 是不是? 但是中間很明顯是不合作 沒有互動 還有黑面 有些香港的球迷就覺得很憤怒 但是 從美斯的收入來講的結構 我就看 美斯似乎不應該像是談不成數 下場費的問題 而不出場 因為合約 現在官方傳出說會指明他上場45分鐘 但是應該所有合約都會豁免傷病理由 所以你只要他對醫 就說他是狀態不好 避免傷病 就根本上可以無需要上場 而合約裡面是沒有寫明 他是要出來跟人互動的 那麼他跟足合約的話 你也是告他不入 無可內閣的 你跟他打官司 當然只會吃虧的 當然你的官司可以由人大釋法 最終解釋到你贏 但是這樣對香港的國際聲譽 也有打擊 但是今次似乎 國際上的媒體都是同情香港的球迷多一些 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 但是從美斯的收入結構 我跟大家討論一下美斯的收入結構 今天 那麼你看到 他其實 真的賺很多錢 而這個錢多到是什麼地步呢 他不是賺得多錢這麼簡單 因為大家知道 他以往是在歐洲聯賽上打擊的 他一直都在巴塞羅那打擊 踢了很多年 最終後來去了巴黎聖日爾門 巴黎聖日爾門的收入 已經比巴塞的時期略低了一些 但是現在再轉到美國 再轉到美國 他的收入也都大幅縮水 但是同時間 有很多的球星 包括斯朗拿道 在巴黎聖日爾門的收入 利馬 賓斯馬 這些人 去沙特阿拉伯踢波 在沙特阿拉伯踢波 的斯朗拿道和利馬 非常收入高 斯朗拿道一年的年收入 當然這是計算球會 和其他合約 廣告贊助 加起來 是有2億6千萬美元的一年收入 而利馬也有1億1200萬 而美斯借得1億3千5百萬 以美斯的身份 理論上應該不會低於斯朗拿道 球王 世界盃 馬洛當拿之後最厲害的阿根廷球星 這應該是再高一點的 或者至少和這個 可能他沒有這麼帥 至少和斯朗都不會相差很遠 而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我查一查 原來沙特阿拉伯 是沒有個人入息稅的 所以斯朗拿道這2億6千萬美元 是全數代入隊 不需要交個人入息稅的 因為他已經離開了葡萄牙 離開了歐盟區 所以他理論上 就成為了沙特阿拉伯的稅務居民 即使葡萄牙可能是全球徵稅 我相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他長留在沙特阿拉伯 就不需要交回葡萄牙的全球徵稅 所以他2億6千萬是全數代入 而美斯1億3千5百萬 他去美國 美國稅率不低 36% 美國的稅率並不低 當然比起歐洲會好一點 因為歐洲如果你留在法國 他對上就留在巴黎聖日耳門 除了一般的所得稅之外 還有所謂的社會貢獻稅和附加稅 加起來就很高的了 所以如果你1億3千5百萬 你留在歐洲 其實你只是代5千多萬的 所以其實不是很划算的 你有六成是給了歐洲政府 給了法國政府 現在美斯1億3千5百萬 交美國的稅 交美國的稅 最終稅後 其實只是交了37%的稅 因為他在佛羅里達州 最終他代8千5百萬 但問題是他拒絕了沙特阿拉伯 如果他在沙特阿拉伯找回 跟斯朗拿道差不多價錢的收益 他在全數代落到一個時期 你就說明了他本身 似乎 他優先考慮的事情不是金錢 至少在這一刻 他優先考慮的事情不是金錢 他不去沙特阿拉伯 因為碧咸也好 斯朗拿道也好 去沙特阿拉伯 或者碧咸 幫卡塔爾宣傳世界 都受到很多人權分子的批評追擊 而美斯決定去美國 去美積聯踢 工資不會特別高 低一大折 但是稅收 比沙特阿拉伯高很多 可想而知 美斯其實似乎 在現在的黑金錢 似乎不是他第一優先考慮 所以他不出場 no show 會不會有非金錢以外的考慮呢? 非金錢以外的考慮可能就是respect 這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就是尊重 是不是覺得大會 或者主辦方對他們不夠尊重呢? 安排 要求他們去啟德什麼運動員 或者宣傳香港盛事之都 這些非運動以外的政治任務 是不是對這方面是不滿意呢? 這個我認為機會率是不夠小的 又或者是整個運動 整個活動的宣傳 是不是方向走錯了呢? 這件事情很可能是International Miami 或者美斯的人感到不滿 而導致的 否則你是解釋不到他不出場 傷病原因 但是不出來交代 不出來表演 做表演賽表演是很正常的 因為今次收的籌勞 你說幾千萬 政府資助1600萬 然後門票收益可能有億多 那麼 對分一半 或者三分一 去到International Miami 最終分給球員 其實不會很高的 所以其實 在這方面 我想對美斯來講的尊重 這個很高 當然了 現在的輿論 香港的輿論 現在面倒 就說美斯不尊重香港人 所以 以後就不再支持美斯了 現在有些聲音就這麼說 所以關鍵就是看日本比賽 會不會下場 或者會不會 即使不下場 跟日本的球賣有高度的互動 如果萬一他們日本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就很明顯他是對香港主辦方 或者是對香港這一場球賽的活動 是有一個看法 他才會這麼做 所以這個 如果萬一真的這樣 他是完美地實現了聖洪甘地 所說的積極不合作運動 不合作運動 是不需要高調和你抗爭的 就積極不合作就行了 不過當然 如果萬一真的這樣 最慘的就是 真金白銀入場 一番打算在香港這麼屈門的環境下 有一些娛樂的球迷 或者一些遊客 用數萬元進來 就說有一件球星一面 見球星一面是看到的 也有一個球星 有很多球星 蘇華雷斯也在場 陪你們一起看了一場 九十幾分鐘的比賽 但是看不到你的球星 你的球王獻技 這個當然是對一些人來說 覺得很傷心 這個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也解釋到為什麼國際輿論 都是同情的 香港的球迷 他們是無辜的 主辦方 可能有些做得不合理的地方 或者整個活動的性質 本身可能是不合理的 而導致美斯或者International Miami 是有如此舉措的 我認為 從美斯的收入結構 就得出了結論 不過 順帶一看 發覺原來足球員真的很賺錢 但是除了足球員以外 還有很多的運動 都賺錢的 剛剛第一位 第二位就是朗牙道和美斯 然後第四位就是Lebon James Stephan Curry是第八位的籃球 第十位是杜蘭特 第十一位是字母哥 頭十位裡面 籃球和足球都是分庭抗例的 但是足球是多一點 因為足球始終是國際性一些 籃球NBA都是美國加拿大本土而已 球迷雖然是全球 但是他們的運動主要是本土 還有一些拳擊 哥爾夫球這些都厲害 但是你看一下 那些球員的收入 他是厲害 主要都是從贊助 或者是買球衣和球鞋獲得的 但是哥爾夫球呢 真的很多sponsor 和拳賽也是 因為那些是賣不到球衣球鞋的 哥爾夫球 那些真的來自sponsor 到底為什麼這麼賺錢呢 就是不得而知了 但是你即使收入很高 但是你也要看看你的地方的稅率在哪裡 所以現在沙特阿拉伯 近幾年 大規模地是挖球星 就是打著他們的入息稅是零入息稅 這個是必然吸引 會不會是十年八年後 以後電視台轉播的不再是英超 因為英超你說夏蘭特阿堅尼那些 踢球很好 但是他們的稅收很高 最終那些球星會不會全部去了低稅率或者零稅率的國家呢 這個真的不得而知了 似乎都要拭目以待 Anyway 今天就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今個星期已經完成了中國近代史課第五講 今次講了治強運動 VIP會員可以無限重溫的 連費訂閱還有discount 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給個like 拜拜